美署萨摩亚岛2009年发生海啸重创自来水供应系统 也因此居民开始大量的饮用进口的宝特瓶瓶装水 6万人口的岛屿产生了空宝特瓶超过百万只 在大家随意丢弃之下海洋被严重污染 饮料进口商回收厂的经理拉尔夫同意认同慈悸的环保理念 过去两年来他投入人力物力 把宝特瓶回收打成碎片做成纺织品 送给需要的人 半自动 半人力 美署萨摩亚岛上 处理宝特瓶并打成碎片的工作量已经越来越多 几个月前我们收取了台湾的机构 我们在台湾的机构里面有机构 我们在背景里面有机构机构 也会帮助运动运动 两年来持续接受瓷鸡分享与地球共生息理念 拉尔夫决定不惜投入人力物力维护这个熱带雨林 岛屿的美丽 现在他也知道 这些塑胶碎片 最后会成为纺织品 赠送给需要的人 四面环海的萨摩亚岛 大约有6万人口 2009年海啸断了自来水供应 却搭起了瓶装水进口的桥梁 宝特瓶遭到随意抛弃 海洋与岛屿的污染日趋严重 这地方很清理 但是在那里面 他们只是疯狂 非常担心环境生态的伊登 每个星期都举办淨摊活动 有学生 老师和家长的投入 方法也不断在进步 所以他们会说 我们会做一个选择 就是选费 然后他们会放它在污染袋 所以你会看到 有些组织会选费路上 或在这里 他们会放在污染 但没有人在污染 所以我们试试改变 我们可以做污染 但我们在污染 此际志工增词会多次进出萨摩亚 推荐禁思雨进化人心 也广说环保理念 亲近地球 看到岛上人民 已经从自己动起来 绿色足迹 越走越宽广 大爱情问 真善美志工 林美雪 陈清旺 美国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